那天的时候当时呢 统一世队是跟新冬牛队5比2 三分领先 九局上半当时就叫林卫平上来 要赚一个救援点 结果呢 被牛队攻了三分 而且还被近两年很少打 根本没有打拳雷打的 苏建宏标了一支拳雷打 把比数追平 所以这时候呢 终于上队看看 第七棒的陈威如了 现在这个所谓的追平分 还没有上到打击区 对 今天陈威如呢 前四次的打击当中 并没有安打 球球稍微 外侧了一点 形成了一好一坏 陈威如呢 在本季德典圈的打击状况呢 并不理想 所以他的打点蛮少 德典圈的打击率就一成 现在一二六人 反向攻击的机会还蛮多的 所以现在看头部的配角 来一个变化球让达成挥攻 这一次的挥棒动作还蛮打实的 这拨来给我 那面对一个变化球 没有办法带进 球数现在是 林远平领先 两好球一坏球 就这个球打成了一个 三壘方向的界外 九局的下半 相对的最后反攻击会 在一出局之后呢 接连三位打者上位 也目前是追回了一分 两好一坏 高中过去蛮喜欢用快速的 直接外角 结果这一回是变化球 散证了陈威如 形成了两出局 可能有继续了 礼拜天的教训了 当时直球啊 投着投的 被牛队 一棒接一棒 还把比数追平 最后变成延长赛 我这个 这些教训都一定要记起 一个closer 我们看 注意看一下林远平 他的closer 每局被上的率是1.45 稍微偏高了一点 现在是陈江和的打击 还是一样 来一个变化 就让达者挥空 今天陈江和呢 四次打击当中 有两支安打 陈江和这个棒子 没办法上的呢 相对 当然这一场比赛呢 就没办法 有任何逆转的可能 因为目前还有四分落后 这球打成了一个半点后方的接换 球出现在是两好球 没有坏球 那这两场比赛哦 这个林远平的直球的速度 比较不是那么够 所以可能得 这个仰赖他 其实也是很犀利的这个变化球 对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哦 要的是一个外角的快速球 结果跑到中间偏高了 对他的快速球 对方的打者都有在掌握 偏外侧偏低 球数现在形成了两好球 一坏球 不两好球 之后先来一个外角的滑球 调调看 哎哟 这球还漏掉 幸好领先的分数还够多 对 不然的话 如果这时候是1比1啦 1比2啦 那就怕死人了 这刚刚看到高志刚那个要挡球 但手套抬得太高 刚才挡脏 这上到二三垒还是有相当的差别啦 那当然了 也就是如果陈江豪 待会是一只二垒安打的话 哇 一下子两个人都会回来得分 而且他如果又站上得点圈呢 就麻烦 看看林月平怎么来面对陈江豪 两好两坏 两出局二三没有人 挥棒落空 最后呢是用三阵呢 这样这场比赛呢 是画下了一个据点 中场呢 这次这两支圆老球队的一个交手呢 同一是队以12比8 四分之差击败了兄弟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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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